哥罗森书第二章 我实愿意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那些在劳迪克亚以及所有未曾亲眼看见过我的人做如何的奋斗, 为使他们的心受到鼓励,使他们在爱内互相连结,充分地得到真知灼见,能认识天主的奥秘,基督。 因为在他内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 我说这话,免得有人以花言巧语欺骗你们,我肉身虽然不在你们那里,但心灵却与你们同在,高兴见到你们生活的秩序和你们对基督的坚定信仰。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在他内生根修建,坚定于你们所学得的信德,满怀感恩之情。 你们要小心,免得有人以哲学,以虚伪的妄言,按照人的传授,依据世俗的原理,而不是依据基督把你们勾引了去。 因为是在基督内,真实地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心,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丰满,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割损,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而是基督的割损,在乎脱去肉欲之身。 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圣喜借着信德,即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 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 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借命负债的债券,把他从中除去,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 帐类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仪式。 为此,不要让任何人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或月塑,或安息日等事上,对你们有所规定。 这一切愿是未来事物的阴影,至于实体,乃是基督。 不可让那甘愿自卑而敬拜天使的人,夺去你们的奖品,这种人只探究所见的幻象,因自己的血肉之剑,妄自尊大。 而不与头相连接,其实由于头,全身才能赖关节和脉络获得滋养而互相连接,借天主所赐的生长力而生长。 既然你们与基督已同死于世俗的原理,为什么还如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受人指点,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距离于人的规定和教训呢? 其实这一切一经使用,便败坏了。 这些教规既基于随从私意的敬礼,谦卑和苦生克己,徒有智慧之名,并没有什么价值。 只为满足肉欲而已。